记者谢武雄桃园报道 桃园市政府针对全市瓶颈道路定定开平计划 自105年9月至今完成22条道路 目前施工中还有12条 规划设计中14条 未来将新增23条 总数量将到达71条 市府预估到年底再完成21条 届时完成数可达43条道路 至于经费部分 市府编列4.1亿元 其中包含土地征收费3.5亿元 工程费0.6亿元 若有不足将以追加预算方式不足 开平计划是由里长或议员向各区工作提案 市府进行可行性、必要性、需求性等评估确定开辟后 会议公告限制1.2 被向地主架构取得用地 民众可以直接向里长 议员提议 若路段符合住家周边道路 消防车无法通行 连接道路容易拥塞 道路瓶颈打通后 可连接主要道路 排水系统不佳 常有淹水状况 附近没有4米以上替代道路等类型 都可提出申请 目前完成的22处瓶颈道路分别是大圆区长发工业区道路 陶49-1中立段及大圆段第三期 中立区慈惠二阶 中立区大阵路 中立区中山东路三段拓宽 中立区龙河三阶沟区加盖 巴德区谐东路 巴德区掌兴路360巷 杨梅区孝前路 桃园区一寿七阶 桃园区中复一阶 桃园区孝一阶 桃园区民复三阶 桃园区宝庆路瑞庆路口 卢竹区大华北阶 卢竹区大竹路二百八十八项 卢竹区桃十九号道路 龙潭区高阳南路 龙潭区干城路 龟潭区新一阶 小屋来罗浮温泉道路 新屋区福德街 施工中道路包含中立区 龙岗路三端等十二条 另进入规划设计中的道路 有中立区南京路等十四条 本年度新列开平计划道路 共有中立区龙湾五阶等二十三条 总计已经完工 施工中 规划中及纳入开平计划道路 总共有七十一条 中立区 远